华晨鱼已经内定是歌王 芒果天鱼联手力捧 张韶韩西子说出真相 歌手的竞言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了 网友们都开始关心谁最后会拿到歌王 两个外国歌手 Jesse J的连关神话已经被华晨鱼打破了 谭定安一来就拿了个第一 实力还是不容小觑 最近知名音乐博主在微博爆料 华晨鱼又拿了好几个冠军 Jesse J,谭定安,张韶韩,汪风全是他的手下败将 这样亮眼的成绩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毕竟在这群歌手中 华晨鱼的私利是最小的 其他人都已经在乐坛干出一番成绩了 也有网友爆料说 其实华晨鱼已经内定是这届歌手的歌王了 因为华晨鱼是天鱼的敌人 天鱼和湖南内视的关系是紧密相关的 让华晨鱼来歌手就是为了碰他 华晨鱼运气真的不错 这届歌手大火 海外都有歌手的粉丝 各大外国电视台几乎同步播出 近段时间我们的文化输出成绩还不错 除了歌手火到海外之外 国产手机一家不仅获得了Brand Z 2018中国出海品牌12强 还入选时代周刊最值得购买的手机 一家5T也因为强大的骁龙835加8GB顶级配置 在京东上收获零拆柄 国产手机真的要崛起了 其实华晨鱼和张杰一样 都是湖南卫视的自家人 当时湖南卫视顶着网上扑天盖地的舆论 强行让张杰上 我是歌手 不就是要碰他吗 现在华晨鱼也是一样 天鱼重要的艺人赛道歌手里镀金 看得出华晨鱼的资源真的不错 不过要说华晨鱼内定歌王 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大家都不傻 华晨鱼要是没点真才实学 歌手不会自宅招待非要让他拿歌王 所以芒果和天鱼联手力碰他是有可能的 内定他是歌王几乎不可能 他夺冠是凭实力的 华晨鱼刚来参加歌手的时候 张韶涵就用实力与偶像兼具来形容他 这也是张韶涵对他的一种肯定吧 他的齐天大圣 孩子唱得都不错 唱功还是有的 可能观众就是喜欢这种声音才给他投票的吧 最后的歌王只可能是华晨鱼和JCJ递出一个 韩定安出来乍到 观众基础还不够 汪峰 张韶涵 韩观众远好 但到现在都没有拿过冠军 你们觉得谁会是歌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